字幕後 目標應該要坐在420到130 要保守一點 比賽很差 超級久沒有參加路跑賽事了 看看我身後 Garmin 超級多 我們今天來到了大家河濱公園 超級久沒有參加這種路跑賽 今天我就要來參加的就是Garmin Run的亞洲台北賽 我們今天的挑戰組別是11公里 剛才已經跟著大家到6點半組的半馬出發了 等一下7點準備換我們11K組出發 OK 那我們就慢慢往起跑點移動吧 GO 天氣報名就說好沒有下雨 怎麼今天雨這麼大 今天還有超級多重量級的嘉賓都有到現場 非常多很厲害的選手 然後像是9man 阿嘎又來現場參賽 好 我們今天竟然都跑11K會不會太輕鬆一點 對啊 這樣好像對不起我們重大的觀眾們 不會啊 偶爾還是要稍微舒服一點點 沒錯沒錯 好 喜悅的下容 開心的下容 好 9 8 7 6 5 4 3 2 1 LET'S GO GO 不要按下去 不要按下去 出發了 這個前面太可怕了 來來來來來 快 開八分網 不行啦 他們是三分數的 我們有點跟不上 算了 算了 要保守一點 要保守一點 比賽很長 忍忍 加油 好 待會終點見了 加油加油 出發出發 我們今天的配速目標 只用先走到五分數來完成 這條路線呢 會總共上兩次橋 路線平常我們很常來騎車或是訓練會經過的地方 那等一下就看一下 我們在DK配速的均速如何 OK 出發 GOGO 後面滿滿的人龍 在這個S型的河濱跑起來還滿漂亮的 旁邊 好 現在被遮住了 旁邊就是圓山飯店 待會應該是往明璇大橋的方向跑過去 上橋後到美梯對岸 然後再一路跑道 直接回到大紫橋的地方 第一公里 4分08秒 有點超出目標配速啊 原本想說抓五分數左右 原本想到太久的比賽 一出去還是會想要跟大家 稍微衝一小段 沒關係 我們就慢慢調回到原本目標配速 第一個補給站 既然在一公里多還沒兩點 還沒兩公里就到了 稍微喝一口水 第二K 4分14 目標應該要裝在420高430 應該是比較穩定的狀態 今天的天氣在下完雨之後 其實不是很好跑 因為蠻溼熱的 溼度很高 這張其實 降溫後的感覺已經沒有很顯著了 所以跑起來其實還是滿滿熱的 10分13秒 第3K 還有8公里 第4公里 4分17秒 準備上橋 折返回去對岸 哇 我想說還要跑那個階梯 以往都是直接開車 往後面上高速公路 既然今天 跑在百林橋上 但剛剛上坡有一點點的省事速度 要稍微調整一下 下橋了 已經完成第一座橋的挑戰 第二個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第二條是 大直橋 它的長度應該是 爬升的長一點點 第5K 試風車 剛一小段的上坡 有點速度上了損失 還剩下6公里 前面補給站到了 開始有一點小吊樹 要這樣一點點喝一下 喝好再繼續 目前是7.5 看我們的終點 大直橋還很遠 8公里的指標道 前面就是圓山飯店 倒數最後3公里 這裡顯示9公里 終點就在對面 我們等一下從這邊上橋 過到對面 快到了 但現在已經後面 賽車後段有一點點 我以為會出太陽 其實有點悶熱 加油加油 總共跑到橋頂了 但這一段還是環上坡 看我們的終點 空門就在那邊 加油加油 最後兩公里 加油 加油 結束了 第10K 4分44秒 剛剛有一點點小上坡 速度有點稍微往下降 最後一公里 深深抵達終點就好 加油加油 加油 往前 加油加油 加油 我們又跑回到大直橋 大橋就到我們左邊 最後一個直線了 好 謝謝 最後一小段了 耶 抵達終點了 好可愛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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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抵達終點 我們只要抵達了 恭喜 嗚 抵達終點 這麼快 49分 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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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分 耶 完賽 嗨 即將抵達終點 掌聲 嗨 創下1公里最快紀錄 4分07 看一下我們的完賽時間 11公里 然後平均配速是4分22秒 49分耶 還不錯耶 我預期想說 如果可以跑50分內其實就很棒了 竟然可以 49分完賽 我們的均速4分22 哇 太棒了 算是小小的創下最近以來的配速最佳 因為其實前陣子都大概跑5分多一點點的配速 其實速度沒有到那麼快 今天竟然可以用4分22跑完11K 不錯 感覺身體狀況恢復的還可以 但受傷的地方 還是有一點點小感覺 在後段的時候會有點 開始有點無力的狀態 那我們已經 跑完11K了 剛剛明的比賽就是這麼友善 跑完11K還可以回來幫6K組別的朋友 加油 我們去起跑孔看一下 他們準備要出發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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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們完賽了 已經領完包包拿完東西準備回家了 我們剛剛最後的成績 跑了48分53秒 我竟然竟然拿到了總牌27名耶 有點意外 因為原本想說只是順順的跑 但剛好有人一起 所以就速度還蠻不錯的 意外的 意外的竟然跑了27名 然後 那今天整體跑起來的均速大概在4分22秒 但我覺得整體算是 感覺起來身體的訓練狀況恢復到一定的程度 然後感覺起來身體其實是還蠻健康的 只是說受傷的地方到最後2K還是開始有點不舒服 但我覺得都算是有好轉啦 因為其實之前在跑30分鐘左右就會開始不適 但現在在物理治療後其實蠻有改善的 好啦那今天就是我們來挑戰Garmin Run台北站的這支影片 那我們就準備趕往下一個活動去 我是你的家人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你聽不到